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些教科书中可以发现 其中有明确提到间隔诸岛 即中国钓鱼岛 是日方固有领土 在中国外交部3月26日举行的旅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耿耀对此回应说 在钓鱼岛问题上 中方立场是明确已及一贯的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无论日方怎么说怎么做都改变不了这一现实 另去韩联社报道 日本有关主导 韩国车独岛 主权归属的书法 也出现在其中九本公司年级到六年级学生使用的教科书中 特别是五年级和六年级的书本中 日本领土主张比2014年批准的交叉更为有力和具体 增加了地图 照片和其他识学材料 还插入了被认为具有政治色彩的表达 即日本不断抗议韩国对主导的非法占领 对此韩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26日发表声明 对日本政府审定 通过而去读到主权的小学教科书 表示强烈谴责 并敦促日本立即撤回错误主张 日本新版社会学教科书生名称 读到从历史上 地理上 国际法上 都明确属于韩国固有领土 日本因意识到这种行为 将向日本小学生灌输错误的历史观和领土观 进而对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 造成负面影响 韩国将对日法关于读到的任何不合理主张 采取果断的应对措施 希望日方正是历史 对下一代进行负责任的教育 韩国教育部发表了另一份声明 要求日本交正对外去历史的教科书的授权 因为该教科书带有日本的主要 严重威胁了韩国对独岛的领土主权 同时 韩国副外长李太昊 呼吁日本出韩国大使发出抗议信息 日本新版社会学教科书 这是2017年日本修订教学指南的后续行动 该指南将读岛 千岛群岛和间隔书岛 即中国钓鱼岛 描述为日法的本土领土 相关的详细手册还说 韩国是非法占领读岛 还没介绍称 一些教科书中还包括明显的历史扭曲或描述 作为有该历史事实努力的一部分 比如关于1592年至1598年日本入签朝鲜的事件 1906年级的教科书称 这是日本封城秀吉为了征服中国而派往朝鲜的两次军事行动 许多日本中学和高中已经采用了类似内容的教科书 教科书中对读岛的描述 从1910年至1945年 韩国遭受日本的野蛮殖民统治 韩国认为日本的独岛主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遗产 并且明确表明 日本仍然没有为过去的不法行为而赎罪 编辑DXY 试试试试试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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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